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一天是个孤独的人 平日里都是独来独往 日常喜欢捡垃圾 这天他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鸡爪一样的爪子 瞬间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究竟是谁 怎么如此浪费 这不是是上好的下酒菜吗 于是乎他便把这根鸡爪带回了家 喝一口82年的啤酒 让他回忆起了三年前自己被家人抛弃的感觉 随后他便来到了电脑旁 百度起了这个鸡爪的来历 据我说这玉田心思多么的严谨 一个鸡爪子能让他研究到现在 但别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还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爪子的与众不同 原来是玉田不小心撒在鸡爪上的1.9 结果反而让鸡爪一滴不胜群吸收了 但这让一切都看在眼里的玉田非但不害怕 反而还像发现了宝贝一般 随即将他小心翼翼的保存了喜来 并放进了冰箱里 随后他又陷入到了回忆 当时自己和妻子经常因为性格吵架 儿子小小年纪不学好 成天偷东西 女儿也是个有毒瘾的人 这样玉田也是十分无奈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第二天 玉田正在打电话 无意间打开冰箱去发现 怎么自己捡来的鸡爪不见了 左翻右找的他在地上发现了爪子 而此时 爪子似乎有了生命 还长出了第二根爪子 玉田准备把它捡起来 结果爪子竟然握住了他的手 一转眼 爪子已经长出了四根 同时还拥有了修长的手臂 这样好奇的玉田决定将他再次放进冰箱 这次 他还向冰箱上了锁 我看你怎么逃跑 三天之后 玉田正在洗漱 突然屋子里传来声响 于是他赶紧去看冰箱 却发现冰箱已经被撬开 一切如玉田所料 鸡爪子果然跑路了 到了晚上 玉田突然被声音惊醒 于是他小心地打着手电筒前去查看 伴随着声音他来到了冰箱前 此时一个像异形的一样的怪物正蜷缩在冰箱里 这可把玉田吓坏了 就在这时候 屋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两个警察前来告诉他 他的前妻已经被遇害了 这样他也是十分开心 但为了避免被怀疑 他还要装作十分悲伤的样子 在警察走后 他回到房间里玩电脑 利用余光他看到那只异形缓缓从他身边经过 本以为对方会伤害自己 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然主动跟自己说起话来 虽然听不懂 但对方可以给到玉田合适的回应 这样玉田十分欣喜 随后他还给起了个名字叫大爪 就这样 大爪成为了玉田家庭中的一员 晚上就睡冰箱 白天就吃爆米花 这一天 玉田的电话突然响起 原来是崔寨人的电话 正玉田直接挂了电话 转眼玉田正在门口流淡 就跟一个路过司机打起了嘴架 再回到家之后 玉田发现司机车上的挂件竟然出现在了自己家里 他知道这一定是大爪在帮自己 这天晚上 他发现大爪没有回家 本以为对方遭闹了绑架 结果在看到一个残缺的器官后 他醒悟到 这家伙 原来是出去觅食了呀 转眼他就发现了正在冰箱里酣睡的大爪 这让他心安了不少 转眼警察又敲响了玉田家的房门 原来是前妻的两个小孩失踪了 对此玉田表示出了不知情 几句寒暄后 警察便离开了 结果玉田刚回家 他就发现大爪带回了两颗头颅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玉田还是被抓了 于是他向警察解释大爪的存在 但对此 警察却完全不信 这样说也对 毕竟谁会相信大爪这样的存在呢 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欢迎自行搜索鬼错秀观看 你还想看哪部电影解说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 小编会尽快帮大家解说的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